香港民运人士曾被监禁如今在加拿大读书的周庭宣布 基于香港形势及自身安全不会回香港 而且是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香港警方周一一早不点名谴责周庭 公然表示气宝潜逃行为 呼吁当事人悬崖勒马 港府更威胁如不自首将终身追捕 港府当日稍晚些时候在声明中称 周庭公然表示将无视警务处的保释条件 诚信彻底破产 劝周庭回头施案与警方合作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改过自行 否则将泥足深陷后悔莫及 有评论认为香港现已被北京彻底接盘 当初保障香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承诺荡然无存 当局镇压抗议人士关闭自由报刊 把国安法强加于港人头上 民主人士入狱的入狱 逃亡的逃亡 港府在这里大谈 陈性破产 不正是自家的写照吗 周庭在接受加拿大 《环球邮报》周一刊出的采访中表示 对自己的政治行为并不后悔 虽然很多人包括我 因为香港的政治压迫而不能回家 我会说我仍然相信 我所做的是对的 周庭时无岁起 即投入香港社运 2016年与前学生领袖黄世芬 前立法委员罗冠村等人 创立民主组织香港众志 在2019年香港爆发规模空前的反送中运动中 一直走在前列 会应包围警察总部案 而被判求10个月 2021年6月出狱 周日 这位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通过社交媒体 披露了自己出狱两年多的经历 因时刻担心警方破门而入 曾患上了疑郁症 要去外国留学时 先得向国安写下回过书 甚至离港前 必须在港警陪同下 去中国大陆了解辉煌成就 并要求他写下感谢信来交换护照 之后才被有条件允许出境留学 但必须到年底时回港向警方报道 周庭在信中解释自己不想回港的理由 除了警方随时可能再以调查为由 禁止出境外 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 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国大陆了 这样下去 即使我人安全 身体和心灵也会崩溃 他写道 这些年切身感受到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可谓的东西 将来还有很多未知 但可以知道的是 我终于不用再为否被捕而担忧 也可以说想说的话 做想做的事了 自从北京强加于香港国安法之后 香港大部分异议人士 以及泛民用夺领袖或被逮捕 或被囚禁 或者亡命海外